歡迎來到節目的這個現場 那我想就是 要講低價股之前我要補充一個 我要補充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上個禮拜啊 大家都覺得說生技股沒有什麼利空 那為什麼股價跌那麼多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這些寫這個 報章這個真的是 笨蛋 股價漲多就是什麼 最大的利空 所以我們今天講低價股價是什麼 股價低價就是什麼 就是最大的利多 你不用去管說農務啦寫什麼 不要去管說寫什麼 股價低價就是最大的利多 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去押台積電去押蓮花科的 他押在那邊嘛 那很多人沒有進去買他怎麼樣 他買低價股的嘛 後來你會覺得 哇低價股漲得最快 所以 只要他是低價就是他最大的一個利多 那我想問一下老江 合一中天 天國議會你要怎麼看 天國議會 現在他很關心這個你知道我連 走在路上都人家問我 而且你知道有網路上那個畢業文一堆喔說一人一信要寫給總統府 不要寫給小英啦 我跟你講 當你看到合一在公佈他五月賺錢 好像賺蠻多的 然後六月繼續賺錢 好像賺我剛看了忘記了 那你看到中天第二季在賺五塊錢的時候 中天從成立到現在應該賺不到五塊錢 但是在寫這個就代表他不會漲了 這個是我的看法 當大家都不知道他賺多少錢的時候 他會漲 那你去賺五塊錢的時候大家會想說 他賺多少錢他的合理本益比多少 這一些公司只要一講到本益比 我覺得 我個人的看法是 差不多的 其實有時候在評價的時候我們會考量到成長性 因為如果說 你就這麼多可能就只有 寧願去找那個還沒有賺錢的 不是 你不講他賺多少錢 這一個來講 他去找才有道理 那所以現在有合一的人應該去畢業還是怎麼辦 應該 你找就應該要畢業了 所以要找就應該要畢業了 好險合一不能農資買進 不然你們已經畢業好幾次了 其實那個 李快真的都幫各位在找那個出路你知道 他早上問我說 合一 合一有人借券嗎 我幫他找過 合一不能借券 所以 這一次你說我們空頭賺到錢 其實是沒有的 對 而且 我說真的啦 那些什麼王傑啦 以前富邦的大掌櫃王傑啦 蔡明星蔡明聰 我敢跟大家打賭他們也都沒出啦 沒錯 所以說 合一不能放空誰最生氣 誰 陸空文良啦 他要去空他不能空 這是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說其實股票最好是雙向 不要說只是單向 沒錯 對啦 好那我想我們這個應該說這個 低價股裡面呢 其實我們從這個聯電到我們看到 從聯電衍生出來的 這部分其實大家可以知道其實 這三檔股票 其中尤其是世界先進 我記得老江應該最清楚吧 世界先進以前叫什麼 叫四大半導體對不對 不是 不是喔 所以我搞錯了 你搞錯了 四大半導體是台積電那個時候去合併四家公司 四大半導體是合併到聯電的 那合併到聯電還不夠 再把世界先進買進來的 四大半導體 合併到聯電不是吧 合併到台積電 我講錯了 那個時候 所以世界先進本來就叫世界先進 本來就叫世界先進 四大半導體是胡定五他所搞的一家這個 不是張乳晶嗎 不是不是不是胡定五 那個時候有好多家有四大公司 然後合併到這個台積電 那那個時候他工廠才剛設好而已喔 那個時候位上市賣12塊 你知道嗎 位上市的股價是12塊 結果台積電是用這個70塊去合併的 那個時候是儲權就用70塊去合併他 那張乳晶也有 張乳晶所以賣掉之後才去中國大陸 中心 中學半導體 中心 喔原來如此 結果你看 為什麼要台南世界先進 因為他創掛牌後新高 對 真的耶 真的你如果有參與到這一波段的話 你就賺死了 我記得幾年前我認識一個朋友 其實這個王博認識 他就跟我講 我跟你講 55塊錢以下 你閉錢已經買世界先進 這一定是進可攻虧的可守 大概是4、5年前吧 你去看到 其實5塊錢左右大概4、5年前那邊 他每次到55元以下 他跌不下去了 對 真的很神奇 可是每次漲上來一點公司 的那個展望 他們自己出來 都講不好 走不好 但是我告訴你喔 今年例外 很神奇 今年 這個董事長他叫方略 他今年他告訴你 我們下面有貼到 他說 他們去年開始會去吃這個 新加坡廠 但是你看世界先進 基本上來講 你不要看世界先進老闆在講什麼 那我要看什麼 你要看台積電在講什麼 喔 你知道嗎 他母公司 你講什麼 你講太過分 他會問你 你董事長要不要做 不過 我是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過去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看 過去兩季 方略開始講多了 但是 你在往前回推 每次方略都講得非常保守 我們的營收季減5%到季增2%之間 但是他過去兩季講多為什麼 因為世界先進 大家知道方略行進以前在幹嘛 他在做那種功率半導體 他 然後 我記得沒錯方略 在方略之前當世界先進董事長是誰 是林權 對不對 所以林權 他就做政治的 我們就不懂了 對不對 然後 所以世界先進其實 後來啊 從方略進去之後 功率半導體這邊部分做的真的不錯 而且 要去買廠 對不對 他創世界先進 創了新高 包括聯電部分 其實世界先進一百多塊了 這真的是很貴 所以我們不是要講世界先進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漢壘 對不對 當然今天漢壘 我看尾盤 你那個號碼不對啦 那個號碼5326 我去按都按不出來 3707 不好意思 你是故意的嗎 你是故意的嗎 沒有 按錯了啦 我覺得你是故意 以前叫5326 現在改成都叫3707 我真的忘記了 我一直按5326 那個電腦 我說是不是電腦 我太久 太久沒有講過漢壘這是他公司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啦 我們就純粹跟大家講說其實 大家可以知道其實漢壘 在應該說在 禮拜三禮拜四表現不錯 禮拜五 大家都殺嘛 禮拜五除了台積電之外 哪一家公司不殺尾盤 對不對 那主要原因也在於說 其實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說 新材料 SIC GN 他的佈局持續進行 代表什麼 其實還沒有弄出什麼東西來 對不對 而且呢 其實SIC跟GN 其實中國大陸拼命在做 可是現在有 有趣的 現象出現了 拼命在做 投了一堆東西 有些人投了半天 花了幾十億人民幣 東西 跟漢壘一樣 也是弄不出來 也是弄不出來 反而 需要借助漢壘 這真的很神奇 我搞不懂 其實中國大陸 你看中興半導體 搞那麼多年了 也弄不出個 沒有沒有 除了這個之外來講 其實大家可以要去注意到 因為 三星也意識到說說 他在這一個 目前的這個製程裡面 他怎麼拼都拼不過台積電 所以他開始要去做 這一個 相關的 這個 新的 從這邊突破 看看有沒有辦法來跟台積電 對的確沒有錯 所以 這一塊部分當然 其實這個應該說漢壘 他已經搞了非常久 大家先鋪略掉 那真的是打錯 打錯代號 早知道我就不要打代號 早知道我就不要打代號 這個真的打錯代號 不過我跟大家講到說 這一次的原因是因為 英飛林他 他要往高階做了 他真的自己 往高階做的話 我低階部分試出來訂單 我不愛做 讓你做 那市場也謠傳出說英飛林呢 他 應該說月底 現在快月底了 說要來台灣 但是沒有說要到哪邊去 那當然到時候怎麼樣 這我不知道 所以會不會漢壘 混了那麼久 說真的你要買漢壘 你要有什麼心態 就是 你就不要看他 反正他也不會賺錢 對不對 但是營收會不會 接下來第三系第四系 忽然有 爆炸性的表現 甚至我們看到 其實那天 應該說禮拜三盤中 漲停盤怎麼來的 因為 電子時報出了這樣的新聞 說 Tesla跟 比亞迪搶著藥 漢壘 SIC 延建 中國市場印把當先 我心中是100個問號 這個 我相信 老江這麼 江這麼老了 他也不相信嘛 王伯你相信嗎 對不對 我們都不相信 我們都不相信 不過 當天這個新聞出來 你看 我們都沒有買電子時報 可是大家傳遍了 對 這個有一定的 一定的道理在 不過我跟大家講說 其實 真的 如果說高階訂單釋出來的話 漢壘我想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做比較明顯的發展 那甚至包括我們看到這個 應該說這是王伯的嘛 王伯 這次看好的是藥華 因為 我記得沒錯 藥華在去年 股價一度是比 華通還高 對 現在只有華通的一半 對 好慘啊 那你為什麼要推進藥華 你飄一拚就對了 其實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 股價的平價的時候 也會考量到成長性 對 因為如果說 你今年就這樣 明年可能不會這樣 甚至更差 那那個股價可能就在今年 會看到一個比較高的點 那如果說現在股價在低檔 但是 他未來有成長性 那當然就有推升 股價上升的力量 沒錯 那當然藥華這兩個公司 我之前看那個 前年百分百 這個魁國兄一直說 藥華要賺五塊錢 是真的還假的 那是他去年他這樣講 但是也沒有 他說有個業外 業外是今年要認 對啊 今年會認 免證會 他 那個 他一直認為是去年要認 結果是 沒有 他說今年 沒有 他本來是說去年要認 結果去年沒有認 但是今年要認 今年要認 問題是 認業外也不會漲 但問題是 為什麼股價它那麼低 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因為 可能因為 第一季 第二季疫情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其實公司出來也講 那個營收就是 那個相對的一個低點 相對的低點之後 那可能什麼 可能第三季第四季 那個訂單會進來 訂單進來之後 它就會開始往上 做一個表現 那當然藥華本身 本身就是那個 多層的那個印刷電路版 還有軟印結合版 其實如果我們主要 我們看它主要的客戶 是可以去 好好的想一想 主要客戶包含像蘋果 主要客戶包含像 三星 主要客戶包含像HTC 其實 HTC還有在做東西嗎 有啦 人家也要出5G嘛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啦 我覺得如果這種 可能大家都還沒有 特別的去關心它 因為忽略了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有表現 那如果說那個 不管是新機的效率 他去年 他藥華去年 標翻 這個 變成 有變成 40幾塊 說大家拚命買 不是我們兩個就一直在罵他 其實他的技術就是 講出來他這次稍微比較 但是現在講 現在便宜了啦 現在便宜可以啦 所有的股票都漲上去了 他還沒漲上去 藍電漲到多少 90幾塊 對對對 藍電真的是很離譜 你那個朋友 你那個朋友 現在到底有沒有空吃飯了 還是沒空 所以會自己找 他現在已經不想跟我吃飯 我說我現在賺這麼多錢 我還跟你吃飯 你現在已經沒有 你現在沒有時間請我了 對不對 對對對 不用你請啦 對 我自己每天去吃 去極品吃 吃鮑魚啦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思考的邏輯啦 就是說因為 第一季 第一季第二季的確不好嘛 但是如果後面能夠好上來 他股價就像剛才老江跟李華 他就是在低位接低檔 那上來的空間就有機會啦 那會不會像南電一樣 應該不會吧 拜託好不好 藍電來講 就是說 現在在漲的 你看就是說 PCB在漲是漲兩個族群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 ABFG版 那個是藍電跟吸星 那滑通在漲什麼 HDI版 那這個部分來講都是比較 先進比較高階的 那講實在話 藥法來講是做的 也有 但是他的技術沒有人家那麼好 人家漲上去 比如說 台積電漲那麼多了 那聯電總是應該要漲一下 不過說真的 今年一直被 我一直被那個被王博笑 因為我每次教會員都是買新星 他每次教會員都是買南電 每次都是南電漲得比較多 這是很正常 但是都漲啦 但是都漲 反正藥法就OK嘛對不對 再來 輪到老江今天要講什麼 這個代號打對了吧 對3018的同開 我現在來講就是說 因為這些 比較沒有這個 就是說低價股 因為大家查不到資料 導致沒有 你要去查 你為什麼不敢買低價股 因為你查不到資料 這公司也查不到 這個你也查不到 但是來講 其實同開來講 大家一聽到他 對他印象一定都不好 為什麼 我還說他很了解 也怎麼樣 而且他之前有大跌過一段 那其實來講 這個來講就是 跌到這邊來講 第一個來講 同開是做什麼的 做無城市的 對而且 老江有這個圖 還少了一根停板 因為 這是昨天節的圖 今天 凡宣 漲停板 而且你會覺得同開聽起來可能 他的技術 很不好對不對 其實錯了 同開的技術來講是 跟台積電代工過 全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廠代工過 而且來講你要看這些公司來講 你要看他什麼 看他手上有沒有訂單 如果說這一些低價的公司手上有訂單 那就不得了的 那像這些公司手上有訂單 你不能聽 會計師講講也不能 聽王婆講也不能聽我 老鄉講的 你要從他什麼叫做什麼 叫做合約負債來講 合約負債是一個會計商務 說起來大家都聽不懂 其實我跟大家講 合約負債其實以前我們叫什麼 合約負債裡面兩個最重要的一個款項 一個叫預付工程款 一個叫預付購料款 就是說人家漏斷給我 我來你收定金的意思 所以我合約負債如果很多代表 我手上的訂單很多 那這一家公司我有在追蹤 他合約負債增加很多 從這個合約負債 我去給他 推算他未來兩年的業績 超過50億 這個 這個股份 股份又不多 對他股份來講才7億 而且現在每個月做1億多 所以說你看他合約負債 從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3月 他是成長一倍以上 就代表他訂單很多 所以你看他 人家月期7月已經做1.4億 出來的 而且來講大家都以為 他的一個工程 這個技術很不好 比環線不好 其實不是 其實他的一個工程來講 在國際來講 聯電也好 台積電也好 這一些頂尖一流的 都有下單給他 那之前來講就是老闆 做太多一些什麼 這也要投資一下 投資博弈 上次大跌是因為投資博弈的關係 對 所以他現在把那些全部都打掉了 所以你會看到他去年大跌 那現在來講打掉之後 他專心本業的結果 技術好 所以他訂單馬上就接上來的 而且來講同開 上次來講是 兩三年前從多少 從這個20塊漲到90幾塊 那時候很多人都在講 又出現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同開之前要大漲的時候 在凱基 買了大概800張 就是凱基證券就是 沒有任何問題 就是凱基買了800張 總公司 對那個時候 從20幾塊 一路一路漲漲到 97塊 這一次的禮拜二 或者禮拜一個去看看 凱基證券要進來買多少張 700張 哇 所以說你要從這一些 你要去注意到的是說 第一個他業績有 機材有嘛 那第二個來講 他業績已經在創新高的 而且他把最壞最壞的都 都已經打消掉了 那第二個來講呢 你光有業績 沒人家也沒人家 對不對 對不對 結果出來是怎麼樣 現在凱基竟然買了700張 他買這個700張之前來講 同塊就是從20塊漲到97塊多 應該是著眼於他未來的 那個所謂相關的那個成長 對那我就跟你講 他在手上的一個訂單來講 大家也會知道 他 我也去拜訪公司 他說你的訂單要醃錢 有時候有你都沒賺錢嘛 你都不賺錢嘛 而且你是做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什麼污泥回收 污水處理 污泥處理還去給人家亂盜 他說那不是我亂盜 我做完污泥處理 我就不會有王伯 王伯要去亂盜 王伯要去亂盜 要下包 下包亂盜 所以他這一個部分來講 為了澄清我的魚 他特別叫我去工廠去看 他說這個要怎麼去 這個怎麼樣去作假 你來給我幹 現在的所有污泥處理來講 從開始出車 就有那個紀錄器 全程要紀錄 來到這邊 王伯這邊 多少 重量多少 然後 弄到公司去 重量多少 全部都 全程是要監控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來講 去作 作假的一個 以前是這樣 以前是 進去蓋個章就出來 都沒有處理 那現在都有處理 所以這一個部分他也解決了 然後訂單也很多 而且訂單來講 哪一家國際大廠 我就不用講 那個國際大廠 別人要去跟他做他都不願意 他還願意給同開更高的價錢去做 各位等著看看我講的對不對 在手上的訂單 我用 什麼時候會知道 最近就會知道 賀公報是不是 不會公告但是 業績就 獲利會出來 那很快 因為現在已經七月底了 以他講的這個 合約負債來講 大概五十億 我推算他手上的訂單 五十億 這五十億都是怎麼樣 這五十億都是兩年要完成的 而且同樣大家 七一猶新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他接到什麼訂單 你知道嗎 我們桃園監獄 一化的訂單 桃園監獄 龜山監獄 我們知道是全台灣最大的監獄 用二十四點八一他要把整個監獄 全部怎麼樣 全部改成這一個我們的電腦控制化 能接到這個訂單 你接到 以後 那個監獄管理員就 就要失業了啊 因為只要中控一案 哪個人出來 因為 因為你沒辦法 因為你中控像 王博 不要講王博講我啦 講我 如果我在那邊監控 哎呀我年紀大了尿比較多 走出去發生事情怎麼樣 很常漫 你看電視上常發生這些事情嘛 那你二十四小時監控的 對不對 而且都有紀錄的 對 而且來講台灣未來所有的監獄 全部一定要一化的 你不要講說這個 人會怎麼樣 其實這個本的因為 這是蠻蠻蠻特殊的一個方向 像王博跟李快比較好 李快要做什麼事情 他跟我比較不好 他對我就比較嚴 不是 這個是 我講的是人情 但是你用這個電腦之後來講 你就不用人情的一個因素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能接到我們國家 24.8億的訂單 一個7億的公司代表他整體的工程 而且還有一個 這個東西來講 就是說 其實他是可以拿到我們國內建築 最高的預想 他已經在申請了 這個拿下來就代表什麼 他的技術也得到肯定了 那這一些 講一講之後 據表面講的 那前面要有什麼 要有領頭養啊 環軒也是做什麼 無城市 做無城市 同該的無城市 我跟你講 幫台積電 幫這一個 這一個藍科 幫華雅科 都蓋過無城市 你說真的以前 無城市大家都 沒有在看 因為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 漢堂以前常年都是 五六十塊錢的公司 沒錯 現在兩百多 兩百多 樊軒以前 大概就是三十塊到六十塊來回那邊跑 對對對 現在一百多 今天一百一百一百一十幾 那已經有領頭養出去了嘛 那最便宜的你當然就是 你要看他如果沒有技術的話 你沒有辦法有技術嘛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公司 而且我跟大家講 大家去看看 就是我講的那個 凱基證券 這一個 買了 這一個 七百張 那當然這個買七百張 這個是誰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 他是 你去查他的股東 你大概就會知道 喔 但是我們不能講出來 就是說 反正他是 台灣來講 如果說 以這個 目前來講 散富極界 裡面最有名的 大家來做的 鼓勵 拚拚拚 那因為 前一陣子有受傷了 現在來講 整個盛氣股又回來了 那當然來講 就是說 其實這一些公司來講 海哥 不要講出來 你這樣聽不懂 生技股有受傷 你還聽不出來 對對對 那當然來講 大家可以去長期去追蹤 最主要就是說 未來的兩年 如果說 50億的訂單來講 那 一個月大概就2億了 那一個月就2億 現在每個都大大成長 他就會 步上漢堂 步上 黃軒的這個道理 而且來講 他的股價來講怎麼樣 之前來講 為什麼要炒到97塊 就是在炒現在的題材 那現在題材已經在開始 你之前不是在炒博益喔 博益那個是他有投資 不是炒博益 之前就是炒很多 那 其中最重要 最重要來講 就是很多的一個題材 現在開始都要發酵的 而且他接到的 這些訂單來講 我有去 跟公司有稍稍問他 毛利率都很好 而且來講都是怎麼樣 最重要你毛利率好 你如果接到那個小廠的也沒用 對 那個小廠最後一 最後一筆工程工廠 沒辦法扣下來 現在都是全世界的大廠 你說國家 這個 桃園監獄他不會扣 很多這個東西來講 我覺得 國家是最穩的 對 而且監獄的 要求應該是 很高啦 對很高 而且那是一化 那接的下來 不是只有桃園 全台灣的 所有的監獄都要一化 這個是必然的 這也是一個方向 所以大家也可以 這個是一定的嘛 我們現在 其實我覺得 對蔣家有講 對三倍券 最大的一個不好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真的已經進步到現在了 我們現在 你要發三倍券 蔣實在的話 應該是有更好的方式 那所以說 你的監獄來講 你如果說你要避免那個 依化是一定必要的 所以這支公司 讓大家可以注意 對不對 那第二個來講 我要講那個 你說口罩股 10塊錢的口罩股 哪一檔 你今天都沒私下跟我講啊 原來是這個喔 這個是 你是 要講這個 對啊 光學鏡頭 光學鏡頭下的隱形冠軍 如果看到光學鏡頭 我沒有看到口罩啊 我在想說最近那個 大力光 第二段 大力光跟 裕金光最近 不是啦 我跟你講 大力光跟裕金光現在很差嘛 但是大力光是多少 是4000塊嘛 這裡有寫 他開始生產口罩了嘛 這個我等一下講 我們先來講就是說 這一些大公司 當然他漲了很高之後 小公司一開始就有受益啊 如果說有一家是大力光的供應鏡 他的股價10塊你覺得現在怎麼樣 有機會啊 對啊 他已經給他代工 多少人 這一家叫做 8092的一個建委 這個是光學鏡頭的隱形冠軍就是怎樣 你看他的股價現在多少 10塊錢 他是大力光的供應鏡 大力光來講很多的這些儀器 很多的精密儀器跟誰拿的 跟8092的建委拿的 大家都不知道嘛 那大力光以前來講呢 就是要求很嚴格 那這一次來講也要擴廠了 所以他的一個業績來講也開始具備了一個成長 而且這一家公司來講呢 除了我們講的這個之外來講呢 他現在開始生產口罩 10塊 他現在的口罩是兩條生產線 而且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做機器的嘛 他們自己做的機器嘛對不對 對他自己做的機器 結果他的機器做出來的口罩 全世界一流的 就是說那個品質比你知道他剛才講那個什麼胃啊 中胃 中胃啊 他講那個什麼 康納箱 對康納箱 他的機器來講是一流的 所以說他機器已經開始在生產 生產出來的口罩 大家講得要 因為什麼 品質太好了 那除了這一個之外來講 其實光賣口罩 我就覺得 中坦啊 憂寒啊 而且萬一疫情結束了 對 你要賺什麼呢 其實我看那個 疫情結束我覺得也不會這麼快啦 因為這個我上次有講過嘛 現在連南非開始這個 疫情開始在大幅度增加 南非疫情在大幅度增加 暗示什麼你知道嗎 暗示非洲要大流行 因為 對啊 非洲大流行很慘 因為非洲都沒有醫院 韓德塞那個時候也有說 對 那這一個部分來講 全世界散口罩好人 因為這個你不得不嘛 那這一個口罩來講 我就跟你講 如果賣口罩沒有什麼 那如果口罩我們現在 國家對 你現在 我就跟你講 就是說在疫苗沒有正式發展之前 口罩就是疫苗 那其實疫苗發展 出來之後 我跟他說 大家也繼續戴口罩 為什麼 說真的啦 我也是習慣 現在都習慣 對已經習慣了 那 我是一大習慣啦 因為每次 有在外面去逛逛要看到那些美女 大家都戴口罩 看不見 不然你可以欣賞他們眼睛 對 眼睛看不到 所以說口罩之下來講 最慘的一個 慘的一個是什麼 什麼行業 口紅 大家都不 不擦口紅 有一陣子我們去非凡上節目都要戴口罩 對 結果我大概兩個 快一個月都沒有刮過工資 對對對 好我們再來講這一檔公司來講 就是說 好 他的股價很低嘛 那開始做口罩了嘛 口罩他自己來講自己生產 這個部分 產能都去用一垢一垢 品質好嘛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講 我們國家隊現在來講 我們最能去幫助別人的是什麼 我們不是什麼檢疫啦 不是什麼這個我們講的這個疫苗啦 我們是什麼 口罩嘛 所以我們組成 我們國家有組成國家隊 就是從中油上油 這個下油 我們去做口罩嘛 你口罩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機器嘛 那機器是什麼 809的建委才做 對 所以 其實股價只有10塊錢 而且這一家公司 除了我講這個之外來講 他在這一個 鳳山 高雄鳳山 還有很龐大的資產 所以說 除了這個之外來講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公司你如果沒錢你會怕嘛 對不對 他最近啦 可轉再扛募集完成 這會計師你知道嗎 可轉再1.3億募集完成代表什麼 第一你現在要很安全的 公司有錢嘛 公司有錢公司就不會倒嘛 那第二個來講 大綠光的供應鏈 10塊錢 我跟你講 如果說我是郁金光 我要比上大綠光的這一個品質 我聽說我把你的供應商搖過來 對不對 現在那個郁金光也是 這個是我講的啦 我的經營 那個啦 那他是這一個光學鏡頭下的隱形冠軍 那第二個來講口罩的這一個部分來講 我跟你講 兩條生產線已經都供不應求了 機器也開始要賣了 那一台機器那個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現在一個月營約有大概3000萬 他光口罩賣出去來講 可能就會超過3000萬 賣這個機器啊以後 全世界大家都要自己做口罩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這一次被中國大陸嚇到了 嚇到了 所以美國來講他最先要做的東西來講 為什麼美國一直 你看看這一次這個紐約州 他跟誰買口罩 我沒再注意 跟恒大 沒辦法 因為他要很多嘛 可是比亞迪不是被加州退貨嗎 沒有 其實他 退貨是因為他的標示 不明 那其實來講 所以美國開始也要做口罩 因為他 你 中國大陸現在比較難貌 我口罩不賣 對啦 因為現在 現在在吵嘛 現在全世界到處都要去做口罩 而且 老江講的 真的沒有錯啦 如果美國要口罩 跟誰拿最快 跟台灣 對 不是 他也不相信台灣 他自己 做最快 就買機器去做嘛 所以說像這種 我們講的低價股來講 你不是低價股就可以買啊 你低價股要找到他的題材 低價股你買到會倒的 你再多錢都不用 低價股你要就是說 我除了剛剛講有訂單之外 這幾多啊 1.3億的這一個可轉債的資金 好像是 這個禮拜才剛剛進去的 所以你現在可以買什麼 他去募集這麼多資金來講 就是因為有訂單嘛 所以說像這樣的這些公司來講 我覺得投資朋友來講 在這裡來講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你長線去買啦 你買10塊的股票啦 台灣目前已經來到12682了 對不對 還有雞蛋水餃 我上次就跟你講 千金小姐最不喜歡就是雞蛋水餃 其實我看這個K線真的是在歷史的低點 對啊 歷史低點嘛 而且來講就是 公司來講 獲利也要出來的 然後這個 轉機性也出來了 最重要最重要來講 他又是我們口罩很重要的一個機器的生產商 像這種公司你買下去 就是說你不要 業績開始要出來之前 因為大家還不曉得嘛 那我覺得這一個雜誌會去拜訪 去把它寫出來 就代表說 他這個後面 開始有跪了 有跪了 故事要出來 故事要出來 大家就可以留意 好的我想我們今天都講的都是低價股 太便宜然後 當然你自己自己就被忽略了 但是 就像聯電一樣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說真的 當你看到帆軒110幾塊之後 你看到 說真的 過去帆軒30元到60元 大家把它當成 無城市 沒有什麼店 對不對 那個 漢堂 每天告訴你 無城市訂單 然後他的對手還跟你講說 不知道要什麼贏 人家吃到200多塊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包括你看到 像是 真的過去一直都在20元 的同開 會不會有機會像這個樣子 甚至我們剛剛提到像漢磊 也是一樣 雖然我剛剛貼那個什麼 比亞迪的電動車和那些 什麼SIC 我都不相信 那個號碼要帶去 3707 不好意思真的搞錯了 2367我就寫對了 對 2367那一張是 他自己做的 直接K線給你 那一張他自己做的 所以不好意思 不過 我想呢 這種比較低價的股票 就像剛剛老江講的 接下來的兩週啊 因為畢竟高價股 我認為今天其實很多高價股 今天東倒西歪的 對因為高價股 如果你看到他的獲利不好 會有人殺 那低價股 大力光 今天收盤 剩3800 沒錯 你看雞排妹叫你 430000 你都不相信 你看雞排妹來當股神 對不對 所以 這些高價股 很佔權重的 他如果動不了的時候 我想 在動低價股的時候 或許對指數上面都沒影響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選對股票 跟選錯股票 差別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幫大家挑出來 這些低價股 有機會出頭天的 當然我們也希望 接下來呢 投資朋友 可以朝這樣的一個方向去想像 這樣方向去努力喔 我是李冠欣 我是江慶財 我是王婆王健文 祝大家操作順利 阿蘇